现实中杀人最多的武器排名 这次排名一定超出你的认知 垫底的是原子弹 说到杀人最多的武器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原子弹 二战时期美国投到日本的原子弹 只用一颗就几乎摧毁整个城市 当时广岛有24万居民 有20万人以上死亡 加上长期那颗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9万 数字虽然恐怖 但不得不承认 与剩下的几款武器比原子弹 并不是杀人最多的武器 第四名MG-42 通用机枪 这是德国设计的一款机枪 一战以后 战胜国一致要求德国 不允许生产水冷式中机枪 不过弗尔赛条约的限制 没能难到德国 这款通用机枪可以安装两脚架 然后再装上75发弹鼓 重量轻携带方便 士兵就可以带着它作战 如果需要强大的火力支援 只需要换上两脚架 再准备好弹药箱 MG-42通用机枪就变身重机枪 诺曼底登陆战中 MG-42通用机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MG-42通用机枪 至少杀害了上百万人 第三名 三八式步枪 作为一款日本研制的手动步枪 因其枪底上有三八式字样而得名 三八式步枪叫法属于比较官方的 我们一般称它为三八大盖 因其恐怖的射程 三八大盖是日本装备最多的武器 其标志射程高达2.4公里 这也是为什么 其他国家都使用冲锋枪的时候 日本仍然坚持使用手动步枪的原因 这把武器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 可谓是沾满了鲜血 就不完全统计 三八大盖至少杀死了150万人 第二名 AK-47突击步枪 这是一款苏联设计的自动步枪 俄国官方读音为阿卡 不过其他国家仍然以英文字母AK称呼 这款枪因其可靠的性能 简单的结构 能够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作战 成为了全球销量最高的一款步枪 现如今很多国家的部队 仍在使用AK-47 据不完全统计 AK-47已经终结了百万性命 现在每年死在AK-47机枪下的人数 仍在不断增加 第一名 马克进中机枪 马克进机枪出现以前 人们使用的枪都是非自动枪 子弹需要装一颗发射一颗 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弹的速度 很多士兵在还没有来得及 填上第二发子弹 就莫名其妙的被击毙了 这种自动枪械的诞生 成为了战场绞肉机 从没见过这种武器的敌人 哪怕再疯狂的冲锋 也无法承受如此密集的火力 当时德军一天就打死6万英军 据不完全统计 死在马克进中机枪的人 至少有200万